哈喽兄弟们,我是有风 那如果你像在IG上面,在TikTok上面 或者在Instagram上面快速做起一个号的话 那你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视频 今天有风会告诉你一个目前的说 那竞争的还不算大的一个内容方向 那我们在开始做频道的时候的话 不要把事情相得太复杂 那我们先去做 那失败了我们再想办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频道 那这个频道让我们点开一下 你看一下 这个频道在2023年4月20号它在做 那你看现在短短才几个月时间 它的现在的粉丝都有67万的粉丝 它一共有133个视频 相当的厉害 才做几个月干了60多万粉丝 我们来看一下它月播放量多少 我们在这个Social Play里面大概来查询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月播放量的话 高达3900万 而且它这个频道的话已经开通了获利 那在本期的视频中有风会手把手教你 那怎么样来制作和它一个相类似的一个视频 那我们来随便看一个它的一个案例 我们来到一个Ferrari 他的父母开始喊和喊 你哪里得到这个车? 他说他们 我购买它今天 跟什么钱? 一年轻人说到他的父亲 父亲 我们教授教授 我们教授教授 什么事 他教授 看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应该有点感觉了 他这个就是自己写了一个比较搞笑的文案 配了一个比较搞笑的一个声音 非常的有趣 然后的话视频的话都是用的别人的一个视频 然后他把很多视频的话混捡到一个视频上面来 我们也可以来制作一个和它相关的视频 它的视频的话主要可以来源于TikTok 或者是IG上面 比较一些热门的视频 然后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它结合自己新写的一个视频脚本 一个比较搞笑的一个脚本 最终合成这样一个视频 那我们今天就来操作一下 我们可以借助AI的力量 来做我一个和它相类似的一个视频 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创建一个频道 如果你是YouTube新手的话 那你可以用你的Gmail邮箱 那登录一下YouTube 那登录YouTube以后 你点击你右上角这个头像 这里就有一个创建频道的按钮 那你可以直接点击创建一个频道 非常的简单 点一下就会了 那创建频道以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入频道的一个后台 频道的后台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logo 那频道后台我们需要一个logo 需要一个横幅 那我们可以用AI来做 那我们也可以用cover来设计 那首先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频道的名字 频道的名字 那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你一死半活你想不到 那我们可以问AI来帮我写一下 我给GPT的提示也就是 我说假如你现在是一个YouTube取名大师 请根据以下这个名字 帮我取十个箱类似的名字 那比如说我把他这个名字 给了复制过来 那他的名字的话 叫做一个幽默的坦克 那我复制到他的名字 那我叫GPT 那根据他这个名字来帮我想 那GPT的话帮我想了十个 那这里面有十个名字 那比如说笑话冰工厂 喜剧堡垒 笑声水库 那还有欢乐冰工厂 那等等等等 那有风的话觉得 这个喜剧冰工厂比较可以了 那我复制一下它 那就是第二个 我复制一下它 然后的话我来到我的一个后台 然后我点击这个自定义 然后再点击这个基本信息 这里点一下它 然后把我的这个名字复制进来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一个频道简介 频道简介的话 我也交给GPT帮我写的 我说我觉得这个名字可以 请根据这个名字帮我写一个 简短的一个频道简介 很快GPT帮我写好了 写好以后的话 它写的是一个英文没关系 我翻译成英文 然后还给它一个要求 简短一些 OK GPT的话已经写好了 你可以随便复制一段 把它粘贴进来 然后点击一个发布 点击这个发布 接下来的话 我们还需要我们的一个logo 我们一个横幅 这个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AI来帮我们生成一下 也可以直接用Cover 直接进去设计也可以 Cover的话 它是一个在线设计网站 那里面可以设计非常多的东西 因为这个频道的话 它是一个幽默搞笑放松的一个频道 我们需要我们的头像的话 也稍微幽默风趣一些 我先用AI帮我生成一下 比如说我需要一个卡通搞笑的动物头像 有风的话可能能用到Mijunny 来帮我生成头像 我打开Discord 我打开Discord以后 打开斜杠打开Imagine Pro 把提示语的话 翻译成英文的提示语 然后复制一下 然后再Mijunny来帮我生成一下 按一个回车 等下Mijunny就可以帮我生成我想要的头像 有风的话之前已经生成差不多了 比如说一个卡通的搞笑的一个人的头像 或者说一个卡通的动物的头像 你可以选一个 我觉得这个可以 我点了一下优势 我就点了这个 然后点在浏览器中打开 点击右键 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保存了 那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更改一下它 然后把我们的头像的话传进来 这个真的还可以 我觉得点击完成 然后我们下面还需要一个横幅 横幅的话就是上面这个 那么可以用cover来稍微设计一下 那点击cover的话 我们搜索一个YouTube YouTubeBaller就是第一个 我们选一下 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模板 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 我觉得这个可以 我点一下它 然后我可以配置一下 设计一下这个模板 我就用这个模板来改一下 我把中间那个头像 然后换成我刚才的头像 好可以了 它已经进来了 首先的话 我先把我的头像传进来 点击这个Upload 那就可以直接把我这个头像传进来 传进来以后我们点一下它 OK OK 它已经进来了 我直接拖到里面来 它就变成我的头像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可以更改一下它 回到这个GPT 然后把我的名字的话给复制过来 我刚才的名字叫做欢乐冰工厂 就是这个 在油管上面 我建议大家做这种视频的话 还是做英文 第一个的话 英文的手中会更多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英文的话 广告费会高很多 OK 它差不多进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Share 点击Download 把这个图片的话 保存到我们的电脑上 这里选GPC PNG都可以点击Download 直接下载到电脑上 下载好以后 我们点击更改 把我们刚才这个图的话给传进来 好 点击一个完成 完成以后我们点击发布 发布以后 等一下我们来到我们这个页面 刷新一下它 可能刚刚改完的话 它没这么快 还要等一会它才会议出来 没有关系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下一步 接下来我们打开这个网站 我们需要找到一些 比较幽默放松的一些滚烂 我们可以在上面搜索 比如说有趣的小故事 等等有趣的小故事 我们可以在上面 找到非常多的灵感 上面非常非常多 你随便找一个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可以 让我点进来以后 我需要把这段话给撕裂出来 我们可以用微信上的 这个裁剪 然后提取它上面的一些 文字信息 点击这个按钮 截图 截图以后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识别出来 识别以后 我们可以把它复制出来 微信的这个文字提取功能的话 非常强大 大家一定要用起来 直接点击这个按钮 就可以提取 然后当我们现在这个文字信息 有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文字 转换成一个语音 我们需要声音 有风用到的工具 所以是这个ElevenLabs 它应该是目前来说 市面上最好的一个 文字专语音的一个工具 因为它里面的声音库的话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可以去它音乐库里面 导一个口听的声音 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点击这个按钮 可以筛选 比如说你要年轻的老的 还是要男的声音 女的声音 都可以 上面你要对话的 要卡通的 社交媒体的等等都可以 你这里可以选择一个声音 可以听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直接在这边进行合成吧 把我们刚才的这段话的话 直接粘贴进来 粘贴进来以后的话 我们上面选择一个声音 比如觉得这个声音 可以听一下 或者是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我觉得可以 然后直接点击这个按钮 生成一下 生成好以后的话 直接可以点这个download 把它下载下来 已经可以了 它每次的话 可以生成了2500个支付 如果你太多的话 你就需要分开来生成 生成好以后 直接点右下角download 下载的电脑上面 接下来的话 我们需要打开TikTok 我们来找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放松的一些视频 我们搜索这个关键词 Rinux Video 里面有非常多有意思的一些视频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找一些比较解压的 比如这个视频 感觉还可以 这个视频感觉也可以 你看这种视频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一些 比较解压放松的一些视频 你可以多选几个 选好以后的话 我们需要把它给下载下来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 我们想把这个视频下载下来 很简单 我们点一下它 这个时候我们复制一下 它的一个链接 非常有意思 复制它链接 然后我们在Google里面 来进行搜索 我们需要一个工具 我提个托克 Video Download 那里面有非常多这样的工具 你随便点一个 我选的第二个 然后的话 把我们刚才的视频的话 粘贴进来 还有点击Download 好 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直接把这个视频下来 我们可以多找一些视频 多找一些视频 把它全部给下载下来 比如说这个视频 你觉得有意思 那也可以 那一样的把它复制一下 它的一个链接 然后还是放到这个里面来 还是放到刚才这个网站来 一样的把它给下载下来 方法都是一样 以此类推 我觉得你里面至少要下 5、6、7、8个相关的一些视频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 把它混减成一个新的一个视频 我们现在视频素材都一尊主 对好了 我们需要一个简映的一个国际版 我们打开这个简映的网站 因为我们简映的话 它默认的话 这里是CN 因为你们可能更多能打开 就是这样一个 而简映 它是我们国内的版本 我们需要国际版 我们把后面的CN 变成一个COM 它就会是一个国际版 然后我们下载这个Windows版本 把它下载到电脑上 接下来下载安装以后 我们打开我们国际版的视频下 好 我们点击这个新的项目 还有导入吧 我们刚才所有的素材给导进来 我们有用到这几个视频 还有我们的声音 都给导进来 它导进来的话 直接我们把它拖进来吧 直接拖进来 首先的话 我们需要把我们上面 原视频的声音的话给关掉 稍微再把它稍微变短一点 原视频声音关掉 我们全部选中 然后点击这个Audio 把声音的话全部关掉 因为我需要它原来的声音 然后的话太长的话 我们剪掉一些吧 这个的话把它分割 把它稍微剪一下 不需要太长 这个也可以 有一些视频的话 看起来确实非常解压 OK 好 这里也可以把它直接给拆掉 OK 大概效果已经有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字幕 给识别出来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然后的话我们选择 字幕 然后我们选择这里创建 让它字幕识别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原视频的一个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话就是它把字的话显示在中间 然后的话很多视频在这里轮播 然后我们也这样做 把我们的字幕的话放在中间 那接下来我们来把我们的字的话放在中间 我们刚才字幕已经生成好了 我们先把它移到中间来 然后的话我们选择动画 然后选择最右边这个字幕点一下它 然后我们拉到最底部 那就是这个 那每一次的话显示一个我们点一下它 那就是这个每一次的话显示一个单词 然后这个单词有点小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放大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我们把它这个字体的话换一个 换一个稍微好看一点的 好看一点的感觉都要那个PRO 就是一个会员才能用 没关系我们找一下 就这个还可以 好我们这个字体我们看一下 嗯这个还是可以 那太大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小那么一点点 然后的话我们在下面加一个效果 不然的话字有点看不清 比如说加个这个效果 来看一下 它可以下面有个底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好可以 这个效果还是可以 它里面的话还有很多其他的效果 简映的国际版的话 它相对我们中文版的话 有些功能的话 干净的用起来更舒服 你们可以去研究找一下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再加一点这个飞行音乐 飞行音乐的话你可以去YouTube的后台 那比如说这里选择这个Library Audio Library 那么可以在里面来选一首 选一首音乐来下载的电脑上可以 可以选一个浪漫的或者说开心的等等都可以 然后可以点击前面这个按钮试听一下效果 试听你觉得可以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点击当个当录 把下载的电脑上面 下载后一个的话我们把它导进来 我们点击导入 然后把我们的音乐的话给导进来 我听一下 我觉得这个可以直接拖进来 然后把后面多的话拆掉 然后点击这个按钮 然后把它拆了 然后音量的话肯定是太大了 我们调到一个听一下 然后有点太大声了 那么小声一点 我们再从头大概看一下效果 效果还是可以 全部做好的话 我们直接导出 当然的话 你也可以给他加一个滤镜 我们给他加一个滤镜 选择这里滤镜 然后选择一个电影的滤镜 可以直接把效果拖到上面来 然后往后面拉 OK 我们来看一下 效果还是可以 直接点击导出 好 这里点击导出 好 这样的话我们的视频的话就制作好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需要上传到我们YouTube的一个后台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这个横浮 应该已经更新过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已经有了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频道 好 我们直接点击这边有一个内容 那么直接点击这个按钮 上传吧 创建 上传 然后选择我们刚才的文件 就是这个文件 再来给他写一个标题吧 标题吧 不会写的话没关系 我们交给GBT来帮我写 来请根据 我说请根据以上内容 帮我写一个简短YouTube短篇的一个标题 好可以 直接复制吧 好 粘贴进来 OK 后面的话加一个警号 加一个警号 短篇 OK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好直接点击下一步下一步 发布就可以了 那这里面的话都没有什么难的 好 这里正在上传 上传完以后的话 那它就会出现在我们的YouTube里面 好这就是本期的一个视频 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 那本期用到所有的工具链接的话 有风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 那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 跟着有风一起来思操一下 想千遍想万遍 那还不如做一遍 那最后的话有风想说一句心里话 就是你不要把事情想那么复杂 那不要想那么多 先去做 失败了我们再想办法解决 那有风的话其实也做了很多频道 不是说每一个频道你都能做成功 那你做做的多了做的久了 那你自然就会找到感觉了 别觉得自己也做了 我没想到你 那我去做好 哪儿 海外 海外